这是独家民调 今天这个早上 刚出炉热腾腾的民调 这民调跟哥吉拉有关 就是柯文哲啦 是不是 特别拿柯郭沛做了最新的民调 柯郭沛 对 好 然后就在今天独家曝光 我先直接讲结论好不好 因为等会这个111 这个细项要透过老师 来帮我们分析 主要这次的问题是 关于副手问题一般来说 您是否乐见柯郭沛 就是郭台铭当柯文哲 副总统搭档出现 这是问题 最后的结论 33.6%的民众乐见 但是不乐见的 49.6%将近五成半数 那当然他这个选项里面 有分非常乐见 还算乐见 非常乐见还算乐见 每一见不太乐见 一点也不乐见已经不知道 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乐见 还算乐见 没错嘛 就是33.6% 不太乐见 一点也不乐见的加起来 49.6% 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整体的盘 整体对于柯郭沛的态度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的出乎我意料之外 感觉起来还蛮多人不乐见 就是半数了耶 对啊对啊 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说 我做这个调查 纯粹是基于一种好奇 就是说在郭台铭的动向 卫民的情况底下 那他又是可以视为是一个影响 2024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他可能未来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说他独立参选 对 那另外一个可能柯郭沛 到底有多少的机率 不晓得 但第三个就是说他就退出不选嘛 大概就是这三个 那柯郭沛我觉得有意思 所以我就去做了调查 我先就做这个背景说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就纯粹是好奇 而且老师做这个时间是 6月12 6月13 对不对 因为关于郭董要不要独立参选 包括他的一些什么 他什么证件放大禁 在于能源政策 他不是抛文吗 那个其实都是这两天的事 对对对对 所以我再互带说明一下 这个其实是我们六月 民调的一个部分啦 因为我们六月民调内容太多了 那就把这个保留下来 适当的时候再公布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 所以就提出来 刚刚那个发现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相当程度就是 反映了目前整个台湾社会的氛围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超过大概50%的人 其实是不乐见的 那就是说对客户配 是有存着一种保留的 这样的一种态度啦 那可是还是有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乐见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目前台湾社会的一种气氛 因为50%是从哪里来 等一下我们一一去解析 你就会发现是很有意思的 比方说可能相当多的人 是来自于利盈 就民进党的支持者 或者相当多的人 是来自于国民党的支持者 那这些人很多人基于 各自政党的本位的立场 他会当然有不乐见嘛 那客户配是一个 看起来也是一个有爆发力的组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社会来讲 以传统两大党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民主 有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是合理的 好 那就细上一一来看 因为有从这个政党支持的角度来看 民进党的支持者当中呢 两乘四乐见 五乘八不乐见 那这五乘八其实也不意外 就表示说绿营来讲 是比较太怕担心 柯郭佩吗 好 那继续 我们党的支持者呢 这也合理 三乘四不到三乘四乐见 那不乐见 五乘六是乐见的 民众党的支持者当中 五乘四乐见 四乘三不乐见 好 但我不知道刻意 我要特别注意 这个我要抱歉 这是五乘六不乐见 五乘六不乐见 三乘四乐见 你讲的是国民党是不是 两大党的这个 主要都是不赞成啊 都是不乐见的多嘛 那民众党乐见的多 那当然 五乘四 但是中间选民也只有四乘乐见 中间选民四乘乐见 很高了啦 很高 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个状况 你看 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 国民党支持者也好 都远远超过五成的人 其实是并不乐见 这个侯郭沛的出现 显然侯郭沛 柯 柯郭沛 柯郭沛 柯郭沛对民进党来讲 民党支持者来讲 他可能代表的是一种威胁 而且是一个很实质的威胁 对于国民党人来讲 也觉得那 我们现在已经提了这个侯友宜啊 那这个郭台铭这个竞争失利之后 跑去如果跑去跟柯 组成柯郭沛 那对国民党是大伤 所以我觉得这种心理背景是 很容易理解 那中性选民就是说 Independent voters 就是说独立选民 他们有事成的人乐见 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这些人 其实他们没有政党的束缚 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出现 多数人是持着一个 这个乐见的态度 我觉得是合理 会不会什么这种经济选民 知识选民偏多 也可能 也可能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这种 中性选民跟中间选民不一样 有些有时间我们再去分析 中性选民就是说没有政党属性的 或者很明显的政党倾向的人 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中性选民 那在这一次的六月的调查 大概只有一成八 不乐见 是这种只有一成八是中性选民 但是一成八里面的四成乐见 科国配大概是这样的 好那在这边呢我再次重复一下 就是民进党不乐见的五成八 国民党不乐见的也有五成六 就是针对科国配 那从年龄层来看呢 老师一边结论啦 就是说不同年龄层对科国配 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般来说越年轻的人越乐见 科国配 这个其实是不太意外的 因为我身边的一个不负责任调查 确实是有这个倾向 好越年长的人 哎呦真的是越有保留 甚至具体的说20到24岁 4乘9乐见 4乘2不乐见 25到34岁4乘1乐见 4乘4不乐见 35到44岁3乘9乐见 5乘1不乐见 哎呦这个不乐见 感觉起来好像越来越高 45到54岁4乘4乐见 4乘2不乐见 55到64岁只有三乘乐见 5乘3是不乐见科国配 那么65岁以上更高了 6乘5乐见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事实上跟我们上面 那一个政党支持的 那一个是很契合 那我们刚讲说民众党的支持者 里面有5乘4乐见 这个科国配 那5乘4那几乎就是说 这个民众党人是 尹锦期盼科国配的成型 那反应在年龄层上面 当然就是因为民众党的支持者 也都是比较年轻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个越年轻的越乐见 那年纪越长的就也不乐见 很合理 很合理 教育程度的部分呢 专科以下教育程度倾向不乐见 大学以上的教育程度是比较乐见的 但是呢在大学以上的教育程度当中 4乘4乐见 4乘4不乐见 所以这怎样 平分秋色这个是 这就很凸显 很凸显 就是说乐见 科国配的在这个大学 及以上教育程度里面 就是一半一半 这么4乘4 这很高的比例 我是有一个感觉 我比较开玩笑的讲 我觉得在这一个时间 目前这个时间点上 台湾的社会里面有一群 高教育程度的年轻的人 是有点唯恐天下不乱 唯恐天下不乱 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他们很希望说热闹一点嘛 那个科跟郭如果真的成型的话 那这个选战肯定是很精彩 因为这两个就是 不会唯恐天下不乱 另外一个角度解释 也是受不了蓝绿 就在蓝绿之外 他们想要寻求别种选择 或者他们在追寻第三种 选择 那就是说除了蓝绿之外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解读 也是我可以接受的 好 那另外一个 从职业背景来看 除了高阶白领人员军公教之外 其他职业类别都对客国配 是保留的态度 高阶白领当中五乘五是乐界 三乘七不乐界 军公教人员当中也接近五乘 四乘九是乐界 但是也大约四乘也是反对的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蛮一致的 年轻高学历 然后这个职业背景 高阶的这些白领 高阶白领就是一些专业人士 等等 这些人超过五成的人都希望看到客国配 另外军公教人员 我觉得军公教人员某个程度来讲 其实他们交易程度也是比较高一些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现象 但是就我来讲我觉得客国配出现的机会 目前看起来还是很小 很小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籍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 有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那 Agency 我们下车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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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ż